18日凌晨 张芷希发文称金汉出轨 随后删除微博 表示对不起大家 没有出轨 没有外围 只是误会 加上喝多了吵架 已经弄清楚了 深夜给大家造成困扰了 抱歉 刘昊然评论 如果你被绑架了就咋眨眼 张芷希的举动着实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网友纷纷表示疑惑 啊 真的假的啊 你不要被威胁呀姐姐 连夜公关啊 给了你多少钱啊 你这一个多月都没搞清楚的事 就这么几个小时就清楚了 还有网友调谈 心汉出多少钱 我中头出双倍 捶死他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